Hello 北基道 今天跟大家講講的就是 新的華盛頓宣言 就是現在的美韓重要的核武協議 這個重要不重要 實際上告訴大家 亞洲地區 東北亞地區 這個協議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協議 聽聽說什麼 北基道最後有些總統 美國總統拜登和南韓的總統 韻石月達成了一個具理程碑的意義協議 以應對朝鮮的核威脅 美國同意定期南韓部署美國核簽領 並讓韓國參與其核計劃作為回報 但是韓韓同意了不發展核武這相關的計劃 這份拜登認為是 名為華盛頓宣言的協議 是加強了美韓合作 他在這個星期三 剛剛過去的 就告訴大家 這個新聞發佈會 因為這個 這個北韓的挑釁 韻石月在訪問華盛頓 將討論一系列包括 烏克蘭戰爭 氣候問題 網絡和核協定的核電 或者核武器的安排 但是這個宣言就在這裡拋了出來 韻石月表示 這個標誌著美國前所未有的承諾 就是通過核武器 講得明了 核武器 去防止 加強防止 並阻止攻擊 確保盟友的安全 宣言發佈之前 朝鮮進行創紀錄的 不斷射這個洲際導彈 這個就加強了核威少 接著有架核潛艇已經到了朝鮮半島 來回應 這個北韓在朝鮮半島的局勢 不斷惡化的震懾力 美國的官員在這個星期 對美國的媒體 是根據該協議 美國將智力採取 這個是有系統的 美國會定期部署 戰略資產 包括美國的核動力的 潛艇訪問這個韓國 不要動 動就射你了 而威懾更加明顯 這個是來自上世紀80年代 從未發生過的 好了 北基道 你怎麼看 沒什麼怎麼看 很簡單 加強威脅 就是 阻嚇人家的威脅 換句話說 整幅圖畫 去看 這個韓國總統 尹瑟和她的夫人 去美國 接受拜登的國宴 那樣那樣 最重要就是 第一件事 就是 喂 你要看我們才行 加強 好了 加強就是說 有計劃地加強 是不斷地部署 還是說明有核武器 去震懾這個北韓 你不要發展核武器 因為現在還沒核事 但是很快的 這些 但是現在不斷射 試著不同的 彈道導彈 長程 遠程 短程 對東北亞 包括 美國另外一個盟友 日本 都會非常擔心 好了 大家就在這裡 期盼了一個 原來美國可以這樣做的 那美國為什麼這樣做呢 除了要保護盟友之外 也都告訴大家 我們回到印太了 印太一定要保持安全 航道又要安全 還有去制衡另外一個 打北韓就打他 大佬 誰我就一定不能說 大家明白就算了 但是重點就是 東北亞現在是醞釀一個非常重要的 動彈 為什麼 喂 你看到 俄羅斯又不打 又不會停的 這個戰爭和沃克蘭 還有 很快就這個 勝利紀念日 勝利紀念日 就表示了 要是勝利 要是不勝利 要勝利 就繼續打下去 雖然中國現在 說了要議和 又會派特使去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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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 但是 你要看一下 烏克蘭的總統 扎蓮斯基 沒有得退的 他現在還將時間 撥回去 不是2004年 是1991年 各國界 跟著 俄羅斯說 他不是實際 神經病 對 現在準備談判 還有 外電 有些消息 就是 這個 法國佬 跟這個 中國 其實有秘密協議 是希望 在這個 下季 拉攏 兩個 坐在那裡 聊 現在時間表 就像 事實上 是怎樣 不知道 但是我保證 今年 在夏天之前 都不會打 為什麼 因為以和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筆基道